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頻道 那今天要介紹的植物是空氣鳳梨 相信大家對這種植物非常的熟悉的 有在種植物的 對這個空氣鳳梨應該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甚至說都有去種過 那阿伯目前是手上就是這四個 這四種 我就沒有多去再蒐集其他的品種 因為這邊有點種不下了 好 那 空鳳這種東西 先大概講一下 架北覺得他 還蠻懶人植物的 不大需要花太多的時間跟心思去照顧他 因為我這邊種的話 我就是固定 掛在一個地方之後 然後我是每天澆水 因為我蘭花每天澆 那在澆蘭花的時候 我就順便稍微給他噴一下 稍微噴一下就好 我沒有整株給他淋水 因為整株每天給他這樣淋水的話 他的那個葉子的間隙這裡很容易裝到水 第一個會造成 可能會造成他爛掉 所以澆水的時候 阿伯澆水是只澆他的根 他的底下這裡 底部這邊 我很隨性阿 我沒有特別的去 非常的呵護他們 因為 網路上有一些 種植的方法是說 有一些人會固定時間 把他們的空縫全部收下來 然後放在一個水噴裡面 泡水 可能泡個30分鐘 甚至一小時 諸如此類的 好 那我覺得這樣太麻煩 我就掛在一個地方 然後每天就這樣 稍微給他一點水 好 非常好種阿 這一顆 這個霸王我已經種了 應該兩年有了 兩年有了 然後他的根的話 其實爬的蠻多的 好這裡 好 差很多角出來了 有沒有 好那因為這顆霸王 我沒有特別去 給他限水 所以他沒有說 變得非常非常的Q 正常如果你給他有 給他限水的話 他這個葉子會 捲曲 稍微捲曲一點 好那我這邊就是 隨性阿 好種活就好了 好 來 好這一顆 章魚 好倒過來看 有沒有 就很像章魚 有沒有這裡 章魚的頭 章魚的腳 好這一顆也是 很隨性的澆水 這顆的話是 幾個月前才買的 然後目前是 長了兩隻腳出來了 這裡 長兩個根 好那像這種 最外面的葉片 然後 枯掉這無法 最外面的葉片 如果枯掉的話 算是他們的 這是正常的老葉的代謝 其實你如果種的時候看到的話 不需要特別的擔心 因為有時候你特別擔心的時候 你反而會 做了一些多餘的事情 反而讓他們掛掉 好 他只要其實外面的葉子 代謝 中間的新葉有在長 基本上這顆 空縫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這個 這一坨 大家也很熟 好這個 空縫 中空縫的必備款 然後 鬆螺 這個阿伯 種了蠻多年了 那中間的 枯掉的葉片 我是都沒去理他 反正他下面的 下面的有在長新的 這樣就OK了 因為這個要整理起來 還蠻麻煩的 你要把中間的枯葉都除掉的話 一波一波可能 整串又四分五裂了 所以我懶得去弄他 就這樣吧 反正他也沒有說爛掉什麼的 好 那最後一顆 這顆才來我家大概 一個多月而已 好 這個是 霸王 教包哪一種 電捲 還是QQ的 那一片也是捲曲的 這也是蠻有趣的植物 那空縫的光照的話 其實不用很強 只要把它放到明亮的地方 基本上阿伯這幾顆空縫 都沒有陽光直射 都沒有給它直射陽光 這顆霸王我是種在 墻邊 完全照不到陽光的墻邊 好 只是有一點明亮的明亮處這樣子 那這顆也是 我是掉在架子的下面 那個地方也是 沒辦法直射太陽 鬆螺也是 那目前可能會直射到的是這一顆 那之後如果 入秋的時候 太陽西曬 比較嚴重的時候 這一顆都必須要移走 因為西曬的太陽 有可能會直接把它們的葉片烤焦 好 那這葉子還蠻薄的 太陽如果太強的話 很容易就 搞家了 好 好 那 空縫要不要施肥 其實我覺得 有給它一點肥料 可能有一點幫助 那我是 一樣 這是我在 幫蘭花 我施 液態肥的時候 稍微給它噴一噴 大概差不多 一個禮拜一次 到兩次 其實 這樣子量的肥料 對它們不會有什麼 危害 都長得還不錯 好 那現在就是 你們看一段影片 看一下阿伯 是怎麼隨性的去 澆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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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 好,那現在回到這邊 所以基本上在種空風的時候 其實澆水可以很隨性 這個主要說你不要去整隻整個蜘蛛淋到水為主 你只要不要讓水跑進去這裡面 葉子跟葉子中間不要讓它積水 基本上你這樣隨便澆一下 盡量讓它的底下這裡澆到水就OK了 種植物不用搞死自己 不要被植物完了 因為我們是要玩植物嘛 就是盡量輕鬆快樂一點 不要說種到說一直在那邊思考 哇這個怎麼這麼難種 要用什麼方法什麼方法 這樣反而被植物完了 種植物就是開心一點 輕鬆一點 這樣才可以享受種植物的快樂 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幫我分享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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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